Hello 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我们这里呢是有一个非常炫酷的一个套装 它是来自于我们的德国Galileo 伽利略的一个儿童DIY手工套装 通过这个套装呢你可以自己制作出来一个非常漂亮的水晶柱 就像这上面呢显示着这样 非常的好看 非常的漂亮 也非常的仿真 水晶柱呢你可以制作出各种各样的颜色 比如说闪亮的绿色和紫色 粉色 灰色 白色等等等等 套装里面呢是有非常多的一个小的部件 基本上呢用了这个套装在家里的话 你就是等于拥有了一个小的实验室 特别的适合于我们喜欢做化学实验啊 喜欢做这种物理小实验的小朋友 然后在这里一定要说明的就是 适合于我们是八岁以上的小朋友 八岁以下的小朋友呢最好不要就是玩我们这个套装 因为它里面呢是有一些化学成分在这里 它还附带了一双这样的一个保护手套 这样的话呢是最好是在家长的陪同下呢 去做我们这个水晶 虽然做出来的水晶呢非常的漂亮 但是呢真的是最好是八岁以上的小朋友在去玩我们这个套装 因为它存在的一些危险 就是它要就像我们做化学实验那样有非常多的一个化学品在里面 然后你要相互的滴加 然后相互的去做这个滴定等等等等 我们这次呢是先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拆箱和开箱的一个展示 看一下我们这个套装里面呢是有怎么样的一些小的物件 以及跟大家大概是说明一下这个玩具呢 组呢是怎么去玩 然后最好是在家长的陪同下 重要的事情呢我们这里是跟大家多强调几遍 希望呢小朋友们不要嫌我们烦 嗯我们要做这个水晶柱的话呢 也不是特别的难 如果是看了说明书的话呢 或者是你直接想看怎么做的话呢 可以直接跳到我们下一个给大家做水晶柱的一个视频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可以给我们一个当主线上的赞 或者是给我们的屏幕呢一个订阅 这样的话呢下期推出来的新视频的话 你就能直接即时的收看到 嗯在这个套装组当中先跟大家展示的是两个说明书 嗯然后这里呢是还有附送的一个给我们小朋友的一个护目镜 这边呢是五个低管 以及呢五个颜料片 然后这个颜料片呢 你可以把它放在这个水晶做的过程当中 给它变成不同的一个颜色 还有我们这种小的一个工具 以及一个吸管 我们这里呢先跟大家把它打开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些是什么样的一些小工具 满足下大家的好奇心 这里是一个塞子 然后镊子 这些平 Ya 这边呢还有一些这样的像盐一样的这种小的药剂 非常多的一个包装 这个应该是可以让我们做出这种二氧化硅或者是这种硅产品 然后这个呢是需要我们做水晶的时候呢是要给它拌起来 以及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一双塑胶手套 三个量杯可以在上面呢写上它的时间 然后它的名字以及它的一个用量 非常的实用 它有一个小的一个勺子 然后这个勺子呢旁边是还有非常小的一个刻度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重新再收集到我们的盒子当中 还有我们的这个手套 以及我们这个变色的泡腾片 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个粉末 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一个说明书 在做小朋友在做这种化学或者是物理的小实验的时候呢 一定要仔细研究先仔细研究它的说明书 因为在说明书上中呢会有非常多的一个小小的细节 小朋友呢在做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 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这个套装 然后小朋友呢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一个想法呢 在我们视频下面给我们留言 然后告诉我们你们想看的怎么样的一个小实验 我们会根据大家的一个意愿呢 去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小实验 如果你的习惯的话呢 不要忘了给我们点个大拇指向上赞 或者是可以给我们的屏幕频道呢一个订阅 这样的话呢下期最新推出来的视频呢 你就有一个自动的推送 也非常的及时能够让你看到我们下期最新推出来的视频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不要忘了可以给我们留言 那么我们拜拜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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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